今天我們的Full Time Fan Voice 找到來自澳門的朋友 你是歐Sir 沒錯 怎麼看這場 這場我現場看過幾次 這場我會覺得李文 他們整隊球的面貌是有點不一樣 特別在比賽初段的掌握相當不錯 過去也有一個弊病 就是開賽初段很容易會失波 看回這場從一個整體的面貌上 我覺得他們在整場的拼幕精神 真的貫徹全場 由第一分鐘到第九十幾分鐘 第二個就是 我會覺得李文今天他的打法 我覺得會更加適合他這一隊球 他簡單一點 在中場或者進攻上 比以往更加簡單直接 我覺得今天看到李文 整個整體對球發揮的進步 也都在部署上面 我覺得也都是防守做得相當好 雖然對方都有很多的攻勢 但是李文也都有不少 即是說一些的機會去爭取入球 所以這場球我覺得 是有一個挺大的進步 我覺得李文 因為你這樣評價上下半場 好像上下半場 好像對球都好像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我估計下半場 東方我相信他是改變了某些打法 上半場相對他們 即對手是相對會用多些耐性 但是下半場對手都相對直接 所以通常打直接 對後防衝擊會大 所以就會出現下半場的畫面 就是較多時間在李文的禁區 附近去踢球 當然了 搜門員今天都要讚 即今天搜門員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他令到整個防線都很穩定 另外我覺得今天 即是李文的一些球員 在位置上都發揮得相當不錯 即是很少會失去位 當然就是 所以我覺得 下半場出現這樣的戰局都是正常 始終對手是整體的實力 會比李文高一些 所以有這樣的發揮 我覺得是相當收貨 那如果要讓你選一個 man of the match 你會選哪位 可能會貪心一點 因為我是來自澳門的 因為家衡的情況 其實開球很快已經傷了 但是即使傷了也好 其實你看到很多李文的 一些上去傳送突拖 其實家衡也有他做 而且應該是上半場 我沒有記錯 左腳有個射球 給對方搜門員擋到 另外就是搜門員 我覺得 貪心一點 兩個 家衡和搜門員 快點好回來 梁吉隆 現在4月14日 我們青鷹杯 會在旺角 4點正 對夢想FC 好 加油 加油 親愛的詹 搜門杯比較重要 你們要加油 青鷹杯濕水 我們可以來